中国共产党 十架直十和直十九组成一百字样 象征中国共产党走过百年历程 十架尖十组成七一字样 向党献上生日祝福 令人瞩目的十五架尖二龄 首次以最大规模集中亮相 组成三个编队 沿着党旗指引的方向振翅奋飞 这款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 隐身战机展示了人民军队 空中作战的新制战斗力 和日益壮大的综合实力 在建党一百周年 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 七十周年之际 人们惊喜地发现 共和国的天空如此强大 现代战争中 制空拳是决定一场战争 胜负的最重要因素 而回首七十年前 新中国的天空可以说是 国门洞开 一架国产飞机都没有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航空工业奋起在百废待兴的 艰难起点 崛起在强国强军的伟大时代 一代代航空人将航空爆股 航空强国的坚定信念 书写在祖国的蓝天 只为共和国的脊梁挺得更值 8月9日 中俄西部联合2021演习 拉开序幕 四架歼20压轴亮相开幕式 为滚烫的戈壁在天热力 这也是歼20首次参与 中外联合演习 歼党百年之际 歼20成为世界媒体追逐的焦点 这样的追星并不令人奇怪 歼20的多个首次 意味着中国即美国之后 成为世界上第二个 自主走完第四代战斗机 研究论证 设计制造 原型机测试 定型生产 交付服役全过程的国家 中国成为世界空军高端装备 领先的国家之一 而这样令人兴奋的高光时刻 早在十年之前就出现过一次 2011年1月11号 一架编号为2001的黑色战机 正停在这一条跑道上 周围挤满了人群 现场的气氛紧张而神秘 这就是歼20首飞前的场面 歼20第一次飞上祖国的蓝天后 再一次出现在了跑道上方 安全着陆 这一刻就是中国航空工业的历史性时刻 巅峰之作歼20首飞成功 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航空工业成飞专门树立了一座名为 一飞冲天的雕塑 设计灵感就来源于 歼20成功首飞的时刻 2011年1月11号下午1点11分 八个一的造型代表着八一 也彰显着航空人 航空报国 航空强国的军工本色 每一款大国重器的铸就 都会经历难以想象的魔力 全三维数字化设计制造 大比例新型材料 大尺寸结构零件 隐身特性的加工要求 给歼20研制带来一个又一个挑战 首飞成功后 为了增强作战效能 打造一代名机 航空人又先后攻克了 人机功效 科学减重 整体矿制造等重大难题 毕竟是一个新的跨特的飞机 它用了好多新材料 新技术 新工艺 新的架构 我能感受到 大家都在是为着一个目标 真的是没日没夜的航空报告 航空强顾这种信念 确实是在支撑着 我们在干一些事情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 杰二零首次公开亮相 中国航展 引起世人关注 人民空军有了加速实现 空天一体 攻防兼备战略转型的国之重器 2021年6月18日 空军发布消息 兼二零列装人民空军多支英雄部队 这支最新装备兼二零的 强军先锋飞行大队的前身部队 是中国共产党缔造的第一支空中作战力量 在靠美援朝空战中英勇战斗的英雄部队 开创了新中国空战史上多个首次 北京中国航空博物馆 珍藏在这里编号2249的米格15比斯飞机 2014年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1951年随着那支空军英雄部队 入朝参战的战斗英雄王海 就是驾驶这架飞机 立下了击落机伤敌机九架的赫赫战功 与豪兴世界上的旺盘空军 美国空军作战 虽然代价大了 但这个就是好 为空军进以后的发展坚持 打起了一个非常好的机制 然而在这场开国第一战中 总体上却是美国战有空中绝对优势 这架工薰米格15荣光背后隐藏的 却是我国尚未形成独立航空工业体系的 心酸与无奈 1951年4月17日 新中国航空工业在抗美援朝的烽火中诞生 中央决定拿出价值60亿斤小米的资金 开展建设 新中国据全国之力 优先发展航空工业的渴求 是那么迫切 就这样流淌着保家卫国红色基因的航空工业 带着航空报国的初心使命 蹒跚起步 在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建设初期 一次次成功的消息背后 是那一代航空人的满腔热血和激情 歼8成功首飞后 在挑战大速度的试飞中 飞机出现严重抖震的现象 连飞行员都看不清仪表盘 总师顾宋芬 尽管从未接受过飞行训练 却瞒着家人 三次乘飞机上万米高空 近距离观察 歼8飞机的空中动态 只为尽快查到抖震原因 攻克难关的歼8 进一步衍生出多个改进型号 成为那个时候中国的最强战营 奋不顾身的背后 是顾宋芬等航空人挥之不去的家国情怀 空中惨烈的厮杀 地面无情的轰炸 是毫无制空权的旧中国面对的常态 也是一代中国人心中无法抹去的伤痛 当然天刚亮 我们听见很大的那个爆炸声 所以从那时候起 我就非常向往要搞航空 来抵抗外国侵略者 这种航空救国的情怀 同样是坚实总师宋文聪信念的支撑 你这国家要是若厚 他确实还打起来没完蛋 1930年出生在昆明的宋文聪 童年时期正赶上日寇清华 他的心里充满了对日寇的痛恨 19岁那年 他如愿成为空军地勤机械师 但负责修理的却是苏制米格15战斗机 这时候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会成为新中国飞机设计史上 至关重要的一个人 1998年3月23日 已经68岁的宋文聪 将他亲手设计的尖石 送到了首飞跑道上 18分钟后 这架飞机安全着陆 我们要有一架 就是在世界上能够站得住脚的 就是能够支持我们国家的空军 最比较好的装备的飞机 这个是大家的心意 这是中国飞机制造史上 划时代的18分钟 中国航空工业 拉开了自主创新的序幕 开始奋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为了纪念这一天 宋文聪将生日改到了3月23日 2006年岁末 兼石正式服役 为了中国自己的第三代战斗机 宋文聪和他的团队整整奋斗了20年 就在此时 四代机歼20的研制计划 也已悄然启动 一代代航空人的永不言败 不仅让中国航空工业 实现了对世界强者 从望尘莫及到同台竞技的跨越 还创造了另一次意义重大的跨越 2012年11月25日 辽宁舰服役仅仅两个月 中国自主研制的歼15 就实现了首次完美着舰 大国重器实现双舰合璧的时间之快 令世界震惊 两个月内解决了国外通常要一两年 才能攻克的舰载机起降问题 奇迹的背后充满了泪水汗水 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 他拍摆我的肩 兄弟尽管放心了飞 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怀着成功的喜悦走下航母不久 歼15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 却发生大面积心机梗死 谢幕海天 国之重器以命驻之 每个机型最终的成功 都有独有的心酸往事 而在这些往事里 都是一群永不放弃的航空人 研制尖机机 只是向航空强国迈进的一部分 要想让尖10 尖15 尖20等先进战机 发挥最大战力 就必须有预警机在空中眼观八方 运筹帷幄 2000年中国寻求与外方合作的第一架预警机 在西方大国的干预下被迫中止 被卡脖子后 中国自主研制空井200的序幕很快拉开 这支研制队伍不到两年时间 就突破了多项重大关键技术 将空井200送上蓝天 随后更为先进的空井500也研制成功 空中信息化作战能力大幅提高 第一 我们国家是世界上第五个国家 能够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预警机 不说别人的限制 第二个是为我国武器装备 不干装备发展建议的有务 为我国特种飞机和远速警战站 打下了建议的基础 在航空工业成飞的展馆里 我发现了一颗遍布岁月痕迹的五角星 它可是大有来头 曾经就悬挂在武林车间最显眼的位置 默默注视着车间里生产的产品 从仿制的二代机 变成了中国自主研制的先进战机 当然了 它也见证着我们生产的飞机 从有人到无人 在今年河南极端降雨应急救援中 一龙无人机多次出现在灾区上空 为灾区居民及时报告灾情 打通应急突进 保障生命线 在网络上收获了一大波好评 无人机在信息化战争中也有出色表现 是空中作战不可或缺的重要装备 尤其是中高空长航时插打一体军用无人机 属于无人机中的高端装备 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才具备研制能力 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目前一龙二无人机的话 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家族 最基础的是军用的 增长打击体化的无人机 我们还推出了它的这个人工争语型 包括气象探测型 那么在后面的话 我们还会有陆陆续续有各种的改型出来 无人机小的背后 浓缩着航空工业强悍的创新能力和工程精神 而这种精益求精 在先进尖机机的每一个零部件制造上 都展现得另立尽致 这里就是中国尖机机的摇篮 航空工业沈飞 一来到沈飞的生产车间 我就看到了巨幅的党旗还有国旗 可以感受到航空报国 航空强国的信念 是深深地刻在了每一个航空人的心中 那么我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 就是为战鹰打造钢筋铁骨的地方 常人可能难以想象 要打造一下战鹰对精度的要求有多高 比如说像机翼那么大的一个零件 有时候可能0.01毫米的误差 就可能导致成品的报废 那么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的班组 可以将精度控制在0.005毫米 搅消糖消加工 甚至创造了0.002毫米的精度局限 想保证是非常非常困难 就得靠咱们这个平时的加工军 把这个尺寸加工到极致 我没有爱国的责任性 航空报国的责任性 航空工业有一句口号 为每一克减重而奋斗 我现在就来到了航空工业审飞的 一间复合材料的生产车间 要想给战机减重 那就一定得来这儿 我们看我身边的这两个零件 这个就是飞机的垂尾梁 那么这个也是垂尾上面的一个零件 这两个零件都是用高强度的碳线 为复合材料制成的 你拿起它感觉一下 特别的轻 像这种用复合材料制成的零部件 它的重量只有铝合金零部件的60%左右 它不仅重量轻 而且强度也比铝合金材料要高得多 有了复合材料就可以有效地为飞机减重 让飞机的身形更加轻盈 在翱向蓝天的时候更自信 不惧风雨 一架架飞杀经过零部件制造装配总装的环节 终于要迎来试飞了 这是每一架飞杀在装备部队前的必经之路 当然了也是每一架战机制造的最后一个环节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们看到现在审飞的工作人员 正在对飞杀进行试飞前的检查工作 您现在是在检查什么 我现在在飞行前检查 飞行前对我们发电机的滑油 发动机的滑油 到整体发动机舱的 导管的漏油情况进行检查 只有它符合我们的飞行标准 我们才能把它放回 飞杀舰载机的试飞 跟普通舰载机的试飞 是不是又挺不一样的 存在着很多很大的区别 舰载机是没有减速散的 所以我们的起船架 着陆过程中提出了很大的要求 需要对它们认证地检查 牵手把它制造得完美 它才能更多地发挥大的使用 去守护着我们祖国的海境 当一架架飞杀从这里飞向远方 在海天之间汇出壮美的航迹 伴随航母挺进深蓝 我能感受到那是无数航空人 用滚烫的热血书写的航空报国之志 战机零部件的制造 体现出航空工业的雄厚实力 战机的安装则体现出 航空工业的高超水平 就比如说战机的卯接吧 成千上万的零部件 通过专有的连接件 透过孔径给它 卯接在一起 让飞机组装成型 这个过程对精度的要求 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比如说有一些精密的零部件 它的孔径精度要控制在 0.03毫米以内 而我们的航空工业成飞 就有一位这样的航空人 可以将这个精度进一步提高 它就是刘石勇 歼20这种先进的战机 它卯接的难度在哪 它的毛节跟上一代 飞机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它的内部结构相对来说 比较复杂 而且阴森呢 它对表面的质量要求非常高 同时呢 又使用大量的服务材料 对子控 转帽 操作的精细度要解极高 工人们要包子包量地完成任务 不断的毛量 只剩的基本功 兼党百年之际 航空工业的又以国之重器 我国大型连续是 跨声速风动建设完成 风动被誉为是 飞行器的摇篮 其数量和质量 是衡量一个国家 航空航天基础 基础水平的重要标志 与此同时呢 中国迎来了 国产大飞机的收获系 运20直20 正在与歼20 携手迈入 中国航空工业辉煌的 20时代 在航空工业气动院 一间现代化的实验室里 坐落着一个庞然大物 这个庞然大物 它的容积约有1.7万立方米 重量约6620吨 要想研制它 难度绝对不亚于 研制任何一型飞机 它呢 就是我国第一座 大型连续式跨生素风洞 FL-62风洞 风洞是研制飞行器的 关键地面试验设备 没有先进的风洞试验设备 就不可能研制出 先进的航空飞行器 1955年 新中国第一座风洞 在哈尔滨建成 而建设像FL-62风洞 这样国际上最先进的 大型连续式跨生素风洞 是我国由航空大国 迈向航空强国的必经之路 打造新进的风洞 压缩机必不可少 作为连续式风洞的心脏动力支援 这座风洞需要的压缩机 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能够生产 但却拒绝卖给中国 憋了一口气的航空人 开始了自主研发的历程 当时有很多基本问题 想不清楚 从设计到建设 大概是十年左右的时间 最多的队伍数大概有12家 同时施工的人数有500多人 这座风洞建设之后 可以去发展一些新的测试方法 能做得实际的整类更加全了 可以更好的来对飞机的设计 进行评价 我现在就来到了 中国最大的连续式夸生素风洞 我们看这个风洞内部试验段的尺寸 是非常宽敞的 达到了2.4米 那么我身边的这个 就是专门用于风洞试验的模型了 其实我第一次来到风洞内部 会发现这里充满了科技感 尤其是这四周都是这种孔洞 而且这个孔洞的大小还可以调节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孔洞呢 这是为了调整空气流畅的品质 这样在试验中呢 我们就可以模拟一个更真实的飞机 在空中飞行的状态 以获得更加准确真实的数据 我们看模型的后面 还有一堵铜墙铁壁 那么这个铜墙铁壁呢 其实它叫做弯刀机构 是用来调整飞机的抚养的 那么这有一个轴和飞机的模型相连 这个轴呢 是用来控制飞机的滚转 在试验真正开始的时候啊 风就是从这个方向吹过来 然后吹过模型 最后再从这个方向吹出去 在空气压缩机的作用下呢 形成一个循环 实现连续吹风 好了 现在一切的准备都已经就绪了 只等吹风 刚才做的是飞机的全机撤力实验 这是一个最基础的 也是最常规的一个风动实验 像我们这一类的连续式的风动 尤其是对于大型飞机的 这种精细化的测量是非常有用的 只有连续式风动 大普京风动才能来实现 好的飞机要靠好的设计 好的设计也要靠好的制造 才能够实现 我现在就来到了 胖妞运20的装备现场 你看胖妞已经装好的脚 就有这么大 其实从胖妞运20开始 中国大飞机的制造 具有传统的模式 迈入了数字化 制造 装配 检测的新模式 也就是无纸化制造 用这种新模式装配胖妞 要先把各个部件调到理论位置上 然后再进行拼接 这样不仅保证拼接外形 达到设计要求 也规避了很多风险 不过把各个大部件 都给拼接在一起以后 该怎么样才能 把它们牢牢地固定在一起呢 传统的方式 就是用我手里这样的风钻 先制孔 然后再进行拼接 现在有了更为先进的设备 就可以环绕胖妞一圈 把所有的桶都制完 数字化装配 机器人作业 一系列先进的生产模式 使得运20各部件装配 都能够有去高效运转 一个国家要搞大飞机 必须同时满足国家战略 工业基础和经济实力 三大条件 2007年 运20正式立项 此时中国自主研制的运输机 起飞重量只有几十吨级 而运20则要达到200吨级 西方又在大飞机领域 早就给中国支好了一张封锁大网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航空人开始了一次伟大的出征 将运20从一个个数字模型 变成大国昆蓬 为人民军队提供一流的航空武器装备 是航空人刻在心中的责任和担当 随着以20家族为代表的 各型战机 以及空空空面低空导弹 持续装备部队 航空工业自主创新体系 已从星星之火建成燎原之势 最终奔腾成为中国航空的 旁博力量 导弹被誉为现代战争的杀手锏 更是大国维持战略平衡的利剑 从1960年东风一号导弹原型1059 在大漠深处起惊雷 到2019年中国导弹大家族体系化亮相 这些镇国重器挺起了亿万国人的精神脊梁 60多年来导弹的成长史 见证了共和国的发展史 导弹装备的强大 也铸就了今日中国的强大 201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 国庆70周年大阅兵 作为长剑系列中的最新型号 长剑100首次亮相国庆阅兵 相似的场景同样的激动人心 在整整十年前已经出现过一次 2009年10月1日 国庆60周年阅兵时 身披迷彩战衣的中国第一代陆基巡航导弹 首次亮相 伊丙丙常见昂首相天 威震四海 这意味着中国继美俄之后 正式成为第三个拥有自主巡航导弹的国家 彰显了中国航天人 对所谓世界和平的自信与担当 而荣光的背后 是一个显为人知的奋起故事 1991年1月 海湾战争爆发 战俘巡航导弹首次亮相 精准的制导能力和巨大的威力震惊全球 这让航天人认识到 原来现代化战争可以这么打 中国也要有自己的巡航导弹 随即一直有中国航天科工为牵头研制单位的国家队悄然集结 巡航导弹研制大门紧急开启 话虽如此 巡航导弹研制之路 却复杂而艰难 核心技术发动机的攻关 就是一座拦路大山 巡航导弹发动机这块硬骨头怎么啃 秘密就在这里 在距离中国航天科工三院不远的一座小山上 停放着一架功勋卓著的轰武轰炸机 先进的飞行器在试验阶段都必须要进行风动试验 但是咱们当时没有风动试验条件 技术条件的限制并不能难倒中国的科学家们 他们就利用这架轰武创造出了试验条件 巡航导弹发动机的许多重要的试验 包括导弹发动机的动力系统 发动机进气道匹配 空中带飞试验 都是通过这架轰武轰炸机作为试飞平台来实现的 大家可以看到 记忆下方的这些挂架就是当年试验留下的痕迹 刘永财和他的团队就是凭借着这样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 完成了巡航导弹的许多重要试验 1999年5月8号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 悍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 此时正是巡航导弹研制关键期 突如其来的消息吸起了刘永财团队的愤慨 研制工作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与重大历史责任面前提速 面对技术封锁 陆基巡航导弹几乎所有重要部件都需要自行研发 如永财团队先后攻克动力 制导电器 外形布局等十多项技术指标 新技术比例超70% 打破了航天型号研制的一般规律 几度失败 卧薪尝胆二十余载 航天人终于迎来绝胜的一天 这一发爱国弹力箭出窍 中国巡航导弹研制取得重大突破 为了这一天总是刘用才 卫部四分之三切除 依然奋战一线 更有团队成员倒在征途中 常见在手 赶赴苍龙 如今我们不仅拥有强大的巡航导弹家族 也建立起包括空天防御导弹 飞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等在内的 完整的研制生产体系 然而回望来时路 新中国的导弹研究却是毕露蓝履 这是一条从无到有 由弱到强的艰难之路 每一步都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 起爆 1964年11月16日 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消息 震惊世界 而在四年前的1960年11月5日 我国第一枚仿制的进场导弹 东风一号也已发射成功 然而原子弹要是不搭载上导弹 战略威慑力就会受到极大限制 两弹结核试验迫在眉睫 承担这一任务的是 我国自行设计和研制的 东风二号甲中进程导弹 1966年11月27日 我国首次导弹原子弹 两弹结核飞行试验 在九旋卫星发射中心实施 这个戈壁滩的复地 这里就是我国首次两弹结核试验的 地下控制室 中国第一枚携带着核弹头的 东风二号甲第一导弹 就是在这个里面发出点火指令的 此次两弹结核飞行试验 带有核弹头风险极大 在进入地下控制室之前 镇地七勇士向党组织 递交了一封决心书 上面写着 死就死在镇地上 埋就埋在导弹旁 来到了这一个地下控制室啊 这儿的空间特别狭小 这里就承担着现场指挥 设备的检测调试 阴阳主家等一系列的任务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整个地下控制室的核心区域 我们看啊 这其实不过就是一个七八平米的小房间 它呢采取了一个半球形的结构 这是因为半球形结构 它的强度是最高的 现在地下呢能够有效的分散压力 我们看墙壁上 这一排排呢 就都是当年导弹控制设备的那些线缆的接口 虽然现在这个地下控制室已经成为了一段尘封的历史 但是啊 这里见证着东风导弹 托举着核弹头 呼啸而起的壮阔 还有我们航天人的无畏和豪情 这是用导弹在天空中画出一条历史分界线 从此中国真正具备了战略威慑力量 中国航天人用热血铸就了保卫共和国国防安全的战略盾牌 但是作为战略威慑的核导弹并不能用于实战 此时包括核基地上空在内的共和国领空 正遭受着一群不速之客实实在在的威胁 1958年起 在美国的协助下 国民党军队组建由U-2高空侦察机组成的黑猫中队 肆无忌惮侦察大陆领空 1965年4月 远国防部五月二分院开始研制能够战胜U-2的新型导弹 它有一个振奋人心的名字 红旗二号 1967年6月 红旗二号在北京研制成功 中国终于有了自主研发的防空武器系统 从1965年初开始 来自北京 上海 西安 沈阳等地的建设者们 就汇聚到前北高原 立下了在三线地区铸造镇国支建的誓言 大山沟里一栋栋红砖厂房拔地而起 这座洞6-1基地总装厂房便是其中之一 在这座厂房里陈列着一枚身姿挺拔的地空导弹 它就是红旗二号 这是一枚实弹 从弹头往后 依次是导引头 控制系统 引信 战斗部 舵机 液体发动机和固体发动机 在地面控制站的指挥引导之下 飞行中的导弹可以不断调整自己的姿态 持续跟踪飞行的敌机 在进入到有效的杀伤范围之后呢 引信会自动引爆战斗部 这时候上千枚钢珠仿佛如雨点一样 向敌机飞射出去 只要被两枚以上的钢珠击中 敌机就无法继续飞行 1967年9月8日 浙江加新 一架从台湾桃园机场秘密起飞的U-2侦察机 被我军地空导弹部队 用刚刚装备的红旗二号导弹命中 此后U-2侦察机再也不敢进入大陆侦察 红旗二号导弹在洞六一基地生产了上千发 默默守护祖国天空三十余年 被誉为地空导弹的长青树 如今的红旗二号导弹 仿佛是一位攻城身退的老兵 他精神绝朔却悄然无声 他不仅立下了赫赫战功 更见证了祖国防空事业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也沐浴着建党百年的无上荣光 红旗二号的研制成功 及其在防空作战中取得的辉煌战果 标志着我国防空导弹的发展 也由单纯仿制走向自主研制的道理 而成功的背后 正是一代代航天人的默默付出 跟着中山干都成穷光弹 就是穷光弹也要平民干 就是我们这辈子 搞好我们的导弹 这位老人名叫中山 是我国防空导弹专家 低空防空导弹武器的开拓者和技术带头人 当年他也参与了红旗二号导弹的研制 冒蝶之年 他再一次拿出了这件特殊的风衣 一遍又一遍地仔细端详着 衣心上这些他亲手描画的无脚型 你看到我穿那个衣红 就是要打弹了 一打弹要成功 最大的就叫成功虎 所以每一次打的导弹 成功了画个五脚型 五发五重 你看这个就比较 背着红的就比较厉害 1980年中山临危受命 被任命为红旗七号导弹的总设计师 作为第二代防空导弹 红旗七号进全系统电子元器件 就有数万件 荒漠中动辄几个月的靶场试验 它和团队一干就是八年 1999年国庆五十周年阅兵 首次亮相的红旗七号 结束了我国没有进程防空导弹的历史 在第二代防空导弹的基础上 历经二院人十几年的刻苦攻关 我国第三代中高空中远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 红旗九号研制成功 其多目标拦截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标志着我国防空导弹的研制 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时至今日 红旗系列导弹已形成一个庞大家族 涵盖中远程中高空到金城超级空的火力范围 形成了红旗漫天之势 高水平的防空导弹 为祖国领土领空筑起坚固的钢铁屏障 然而在共和国的万里海江 严峻的形势同样呼唤翱翔的海鹰守卫 1974年初 西沙海战 中国海军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 采取灵活战术 击沉入侵外军军舰一艘 击伤三艘 捷报传来 巨国欢腾 然而航天科工三院的导弹专家们 却流下了眼泪 我在广州上听到男孩的战斗应用 做报告的时候 告诉我 他讲他说 他们是用手榴弹 打南越的舰艇 我头都抬不起来 上世纪六十年代 新中国的海防导弹研制 刚刚走上创业之路 这里是中国航天科工三院 也是新中国飞航导弹事业的诞生地 为了尽早结束新中国有海无防的历史 1961年9月1号 中国航天科工三院的前身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三分院在这里成立 展厅里这一枚枚自主研发的国产导弹 记载了我们的飞航人 为捍卫祖国海防一线所做出的努力 飞航导弹也叫做有翼导弹 它是依靠喷气发动机的推力 和翼面产生的生力 在大气层内飞行 并利用翼面控制其飞行轨迹的导弹 我国的第一型岸舰导弹 第一型空舰导弹 第一型超音速飞航导弹 第一型固体多用途反舰导弹 第一型潜射反舰导弹 第一型中程反舰导弹 第一型巡航导弹 都是在这里诞生 国之重器的研制无止境 航天人又开始进军 使用固体发动机的战术飞航导弹 毛主义号的我们说 管它什么国 管它什么弹 我们一定要超过 我们一定要用自己的权力 把这给我的工作 我一定要做好 我们第一个方程是什么实验的呢 是1973年10月19号 就在我们永南山头的山沟里面 一声巨响 这枚固体火箭发动机第一次成功工作了95秒钟 大家高兴地跳了起来 但丁振宗的耳朵却什么也听不清楚了 很多年过去 它仍然要带着助听器才能与人交流 一切奉献与付出都有回报 从液体发动机到固体发动机 从亚音速到超音速 从单向制导到综合制导 中国飞航式导弹正在飞速发展 1985年9月18日 导弹呼啸一声 准确击中把船 中国飞航人引以为傲的 英机八号舰舰导弹 创造了六发六中的优异成绩 设计定型圆满结束 航天人以英机八号为基本型 又研制出舰舰导弹 空舰导弹 前摄反舰导弹 海防导弹大家族 亦是枝繁叶茂 海鹰翱翔 中国海防一线终于迈入导弹时代 帝国主义者只要在中国的海线边 架上几门大炮 就能让这个国家屈服的历史 一去不复返了 然而对一个大国而言 浩瀚大海不仅是必须守护的蓝色国土 更是那些肩负国家战略安全 维护大国地位的战略武器 施展能力的大舞台 海基核打击能力需要在核潜艇上 携带装有核弹头的战略导弹 在我国扛起这个战略之班重任的 就是巨浪系列导弹 这就是当年巨浪一号的发射控制台 1982年10月12号 发射按钮就像这样被按下 顺时间一条喷火的蛟龙 跃出渤海海面 喷吐着白色云柱直辞海天 我国自行设计的巨浪一号战略导弹 首次水下发射试验成功 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 具有自行研制潜射导弹 和水下发射战略导弹能力的国家 中国终于具有了二次核打击能力 为了这一天 以总设计师黄伟禄为代表的 巨浪导弹团队 准备了十几年之久 多少人为这付出了多少心血 已无法计算 思路清晰的总师黄伟禄 带领团队经过缜密论证 吸取东风一号 东风二号 陆上发射的成熟经验 大胆提出了 台 桶 艇 三步发射的研制程序 1975年 从来没有导弹总装经验的某工厂 接到筹备巨浪一号总装工作的命令 就在这些普通厂房里 掏着这些普通设备 历时五年 巨浪一号首批产品终于完成总装 这才有了1982年首次试验成功 中国过去为什么受人家欺负 主要的就是我们的国防的能力超 那么值得我因此这个导弹 虽然不能够讲 有了这个导弹 国家就全身 但至少是对这个国家 做了一点贡献 那么对自己也不忙 过这一生 巨浪一号的成功研制 让共和国构筑起可靠的 海基战略威慑力量 而在陆基战略威慑力量方面 从东风二号起步 也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1969年 厄西山区出现一个秘密的 导弹研发生产基地 代号洞66 上世纪70年代 基地人员将目光瞄准了我国 急需却上处空白的 地对地战术导弹 在大山沟里研制技术难度 极大的尖端装备能行吗 我身后就是洞66基地 老研究所的办公楼 当年老一辈的科研人员 就是在这栋楼里面办公 他们怀揣着为祖国研制新型导弹的梦想 日以继夜开始了全新的尝试 从那时开始 洞66基地经常到了深夜 还能听到厂房里 机器发出的轰鸣声 我现在所在的这间平房 就是当年的一座厂房 现在这间厂房已经废弃了 可以看到墙上斑驳的青台和窗户上泛红的防袖底漆都透露着十代的印记 那就是在这些老厂房里面 科研人员紧张攻关 最终导弹的发射精度越来越高 发挥越来越稳定 这枚生锈了的导弹 就是我国第一代地对地战术导弹的模型弹 这是导弹基本成型 可以展开试制的标志 更是一段十年魔力 艰苦攻关的开始 洞66基地的科研工作者们 前夫后继一次次试验 一次次失败了再站起来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 他们凭借着不信命不服输的劲 最终攻克了导弹发射精度的难关 最终这个型号的导弹终于成功定型 洞66基地虽然身处三线 但这里的科研工作者 打造的国之重器 却一直战斗在国防和经济建设的第一线 现在他们不仅能生产战术导弹 还能生产最前沿的商业航天运载火箭 而这背后是这个基地 几经曲折的命运当中 一再在航天人的坚守与奉献 这尊雕像就是这型填补我国地对地 战术导弹空白的总师王振华 自从他来到了洞66基地之后 他就把人生所剩的18年时光 几乎都奉献给了这型导弹 那也正是因为有了一代代像 王振华这样的导弹人 心怀航天报国初心 才有了中国导弹工业 一个个零的突破 才有了在阅兵市上 东风家族发出的最震撼人心的宣言 1984年国庆35周年阅兵 东风家族首次揭开神秘面纱 向世界宣告 中国已具备远程战略和打击能力 1999年国庆50周年阅兵 东风11号 东风21号等东风导弹方队压轴出场 震撼人心 2015年93大阅兵 和打击海上大中型一度目标的 东风21号丁中程弹道导弹 惊艳登场 2017年庆祝建军90周年 朱日和阅兵市场 导弹装备首次以战斗姿态亮剑沙场 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 中国导弹成体系亮相 传递出东风快递使命必达的时代最强音 60多年的砥砺奋进 国产导弹装备实现了从引进消化吸收 到自行研制自主创新 从常规武器到尖端武器的历史性跨越 导弹武器的装备体系也实现了从机械化 向信息化智能化发展的重大转变 那这一切都离不开我们的制造技术的 跨越式的发展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导弹名部件的生产车间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列整齐摆放的疏控机床 就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大型五周联动机床 疏控机床又被称为工业母机 是一个国家工业基础和技术水平的体现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叶轮呢 就是通过这些大型五周联动机床 加工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一体化成型的工艺 没有任何的接点 而且它每一个叶片都是非常的薄 那这就是我们大型五周联动机床 加工出来的一个产品 由这些国产新贵武装起来的数字化 柔性生产线和智能制造车间 成为了数字化生产的中间力量 也为我国的导弹加工制造 插上了藤贝勒翅膀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是普通机床 后来有了这个数控机床 不管这个设备多先进吧 就是一定要在这个工作过程中 把这个事情做细 做认真 汉思高不可攀的航天高新技术 正日益融入国民经济生活中 航天信息人研制的增值税发票防伪税控系统 被誉为防止偷漏税的杀手锏 世界首批中国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工业互联网航天云网 充分发挥工业互联网新型工业底座作用 努力为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